最近好多粉丝让我做这个萨卡班甲鱼糯米圆 这什么鱼啊 我第一次听 搞一下 先来上50克糯米粉 加上15克糖 40克烫水 给它们搅拌成面团 我还去查了一下这个什么萨卡班甲鱼 它这个表情怎么这么聚焦啊 很怪 怪鱼 正好消耗一下家里这个糯米粉 好像是也没用到了 50克的糯米粉感觉不够 反正就自己调吧 水多加粉 粉多加水 因为它可能每个牌子吸水性不一样 我们给它一分为二 这一半加点竹炭粉 给它染成灰色 你这个粉少点焦 别一下子染过头了 坏事了家人们 我好像就给染过头了 我感觉我夹带不多呀 怎么直接变这么黑 跟那个皮裤似的 还反光 坏了这么黑不行 这跟我手套一样黑了都 把另一边白面也给揉进去吧 我等会再和点白面 这回 这回好一点了 没那么黑 得了再和一点 这回还差不多 灰色了 有点像那种帅气的跑车色 然后再揪出来一点灰色 给它完全染黑 这一小块就要它全黑了 这块是做眼睛的 OK 我又加了一点面 搓出来那个白团 本来想做个正常的 这量一下多了呀 看来又要整个大的了 三个面团 我们正式开做 揪一块给它搓成圆 再给它按扁 一刀两半 这个就是这个什么 萨卡般甲鱼的下部分 灰色的也是一样的呗 都这么做 但是尽量啊 要让它跟这个白色的大小差不多 要不然不好拼呢 是吧 它这都是配对的 OK 最后反正是强行拼出来了四个 剩下的料有点不太好了 这都是什么玩意 就是 鳗鱼了 多出来的料啊 就给做成它的这个尾巴了 能不能粘牢啊 就到时候掉了 然后都给它们加上眼睛 OK 都加上了 这个眼睛好像整的有点大 OK 最后加上我们这个眼睛和嘴 你别说这个做起来还真有点费劲 因为它这个干不得很快啊 都开始开裂了 都开始 这鱼的要渴死了都 赶紧给它们下锅补点水吧 哎呀 它都不下去了 它烫着我了 喂 OK 终于做完了 我这手揉这个面团揉的确实 我怎么感觉它不像什么萨卡班甲鱼呢 这个有点像一只奶牛猫 这几个尾巴我记得我都捏的挺小的呀 一煮这么老大 然后最大的尾巴还掉了 尝一下吧 这个糯米圆 其实它就是跟那个什么差不多 汤圆 只不过咱这没馅 尝一口吧 这么看怎么有点像企鹅呢 又有点像企鹅这鱼 哦 汤圆皮 甜甜糯糯的啊 加点牛奶 让它们在里边这个畅所欲游一下吧 这我做的根本不是什么萨卡班小鱼 不是假鱼 这不妥妥的小企鹅吗 我做的还挺可爱的 味道是不错的 就是捏起来麻烦 你要自己在家咸出屁来了 可以试一下 染个色随便做点什么造型都可以 这个大的 这个眼神充满智慧 感觉吃完都在长脑子 大老还没熟 OK 如果小门精别 咬了点饭关注我不看 这块我得吐了